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开称赞台积电 这次来台主要的目的洽谈包括三奈米供应 以及晶圆代工合作试案 也传出江河台湾的大客户 PC大厂宏基 董事长陈俊胜会谈 波及心格在影片中一改大炮性格 强调会持续深耕台湾 除了台湾预计15号会到马来西亚 将会有公开的记者会 等于在台湾只停留一天 把握黄金24小时 深耕产业链竞争里 其实台湾科技从半导体到中端产品 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国际调场执行长亲自访台 就是希望能巩固与台湾的合作 专学许直琼风想TAPTO 我们这样做的部分 提醒员